大家好,我是YG500周业预测 有网友在我的频道提出 预测一下美国今后的房价走向怎么样 房价的价格走向怎么样 那么预测了一下,摇了一个挂 得天则旅初摇动变为天水松 美国的房价今后怎样 成岳依未乐战 房价很多人都很关心 下面我直接下段语 第一条,目前美国的民众生活也好 工作也好,有很多的不如意的地方 如住房方面会有更多的要求 当然,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房价上升的推动力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同时美国的各地方政府 经济上处于没有钱的状况 在应对地方责政及整治房价方面 显得力不从心 原因是多方面的 经济大有问题 目前美国的经济是大有问题 所以导致了房价上涨的 这比较重要的原因 第三条 美国的房价当前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 高价位的这么一个状况 状态下面 价位上面 暂时目前是不会有下降的这种迹象 没有这样的趋势 第四条 房子的中间商们 中介们从中抬高了价格 这也是一方面的原因 第五条 明年的房价 美国明年的房价 还有上升的可能 所以最后一条 建议在美国的人们 美国的房价 今后特别是明年 不会有下降的可能 则会有上升的可能 希望你们 能够有所心理准备 关于美国的房价今后怎样 那么大体的趋势 那就是 还会有所上升 目前 暂时 不会下降 这是定语 断语 希望大家 要有心理上的准备 关于美国的房价问题 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 谢谢 感谢 感谢 感谢